遇见诗 生命犹如一条漫漫长路 而时间便是这条路上看不见的刻度 在这条路途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人 有的人不爱痴狂 有的人以梦为马 有的人渴望自由 有的人视青春如宝藏 而有一种人 他们以文字而可爱 他们用诗歌诉说着对着万千世界的遐想 寻求世界和人生的最高真谛 是我们灵魂的需求 诗人或许会离去 但诗人留在字里行间的喜悲 却只会随着时光的延长 而更加意味深长 在诗歌里 我们可以先后避海蓝天 也可以触摸得到遥远的梦想 你遇见诗 我遇见你 大家好 我是王晨逸 让我带大家一起遇见诗 今天让我们一起欣赏 王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 孩子的亚洲童 和诗子的热爱生命 让我们在字里行间 读懂诗人歌颂的坚毅品质 和对生命的勇叹与热爱